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看這條影片 我是Persilla 祝大家復活節快樂 今次我們的拼貼內容就是這個復活蛋 我將會用不同的貼紙和紙膠帶來做復活蛋的拼貼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我將會用到這一卷膠帶來做最上面這一層的裝飾 我覺得這短膠帶的圖案很適合用來拼貼這個復活蛋 有點不夠長 然後我們就要用剪刀切走一些多餘的毛孔 這個位置是有一點困難的 因為一定不能太大力的 太大的架就會連我的紙也會剪掉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控制好這個力道 然後我將會用到這一卷膠帶來做中間這個部分 雖然這裡大家可能看到幾條線 不過我會用這一卷來做 將它做成一條線就算了 否則真的會太複雜 因為現在我剛剛開始新手做影片 就想簡單一點 然後我將會用到這一卷的圓圈膠帶 所有圈圈都是漸變色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這個位置可以隨機放圓圈上去 你看看哪有什麼位置是適合貼的 因為它是漸變色 所以又可以貼到很多不同的顏色上去 但現在我暫時貼著 這裡大部分是粉紅色 然後我會沿著邊界 來切開不需要的部分 而中間就是這個位置 我亦會留空的 我會將它用另一卷膠帶來 貼中間的部分 然後我會將它用到這一卷的紙膠帶 來做這個中間 Z字形的部分 然後這條影片真的有更多的剪節 因為這條位置很小 因為這次我完全不剪 我將它非常之沉悔 而且也不知道要拍多久 我戒得會很慢 所以這條影片有些難預知拍攝的長度 所以這條影片有更多的 隨著現在的疫情通關 那我們的復活節會有一個旅行 應該也有很多 但大部分人都會去不同的地方玩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分享一下自己 去哪裏都歡迎在留言 告訴我 收到大家的留言 我都會很開心 那接著的部分 我亦都會用這一卷的紙膠帶來做這個裝飾 即是這一條橫線 亦都會用這卷的紙膠帶 接著星星 即是這些星星的部分 我會用到 這一卷的紙膠帶 其實就是這卷的紙膠帶 所以我打算兩卷一起用 所以我會用這個 我打算兩卷三卷這樣用 猩猩將會有一個很難很難解的一部分 所以... 唉...我以為有心理準備用 這次呢 算是我第一次玩這些類型的拼貼 都蠻長的 即是拍到現在 我已經用了... 差不多一半小時 但我才做一半 所以可能... 我要做一個小時才做得完這一次 當然這段影片是不會有一小時那麼久的 因為我應該會剪掉很多的部分 否則... 真的會很沉悶的影片 現在我可以開始... 剪最難剪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我會用一些花瓣來裝飾這個部分 由於這個花瓣不是和紙的膠帶 所以就... 不可以用剛剛用剪刀的工法 真的要自己剪好才可以貼上去 所以... 今次我會盡力不貼在這些... 邊界的部分 不可以的話... 那... 接下來的部分呢 我又會用上面的... 方法來做這個平貼的 我亦都會用這些圈圈 來做這個結尾 先剪一點 先剪出來 然後呢... 我就想用一些蝴蝶來做這個... 點綴的... 那蝴蝶我會怎麼用呢... 很簡單... 我會找一個位置... 先貼上去 然後我會... 剪開... 又是不要的部分 那... 又相反是... 剪掉蛋蛋外... 面的部分 而不是內面的部分 我只是... 留外面的部分 就是這樣... 那... 這裡是不是有點剩的 有沒有貼上去... 有沒有用來貼上去... 那我再貼多另外一道... 粉紅色的... 就是我把穿在這裡 一道啦... 然後我就把... 我要看到... 最後... 我要用到這一個... 這裡... 要把... 我漂亮... 我先去到這個... 不要把... 你看... 我把... 完成了這次的復活蛋拼貼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拼貼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歡迎點贊、留言、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這些小小的支持也會令我很開心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